這次我們用的食材都是當地的 當地的一些農民的食材 小黃瓜配上手工製的山藥細麵 幾顆松子提升香氣 還有白飯夾黑松露香味不避而來 原來素食可以食上又營養 那它在烹煮的時候 跟原本餐廳就有點不一樣 那你希望是說在飛機上 它打開的時候 那個松露的味道的香氣 都可以一直保留 素食需求增加 飛機上也有備餐 現在還能吃到比奇林蔬食 食用在地食材和當季蔬果 不只減少碳足機 就連配色擺盤也很講究 餐盒一打開 它看到的色香味俱全 它不會想到這個是素食 2019左右 我們的素食的定餐的比例 大概是10% 在高空上吃比較低碳的食物 對健康其實是滿好的 因為在長城疲憊的旅行 比較低碳的食物 能夠幫助你恢復疲勞 空中蔬食好看又好吃 企業用自己的方式 以永續環保的精神 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大愛新聞燈飲中台北報導 東風中蔬果